我绰号叫夏咪尼 至于她的来历嘛 跟我的个子有关 不说了 说起来都是累啊 尤其是在男生中 我成了一个动作电影里的二次元人物 几年前 一个月黑风高的演员 夏希林最欲三劫匪 结果全部被她秒杀 后来那些人回来报复 夏米尼失踪 休学一年 谁也不知道期间发生了什么 有人传言 他成了辅导帮的大姐大 还有人传言 他因为得罪了某土豪而遭到了追杀 关于我的传说越来越离奇 这顶个屁用啊 就算我被传说成长流上仙白子化 也无法解决我日益高涨的生活开销 于是我决定利用课余时间打工 我选择了一家看上去还不错的咖啡厅 先生有什么事吗 老板一看就是一个势力小人 但是看在离学校近的面子上就原谅他吧 上班第三天我就遇到了一个偷窥狂渣男 一个劲地偷拍我 他居然还把信用卡插到女生的咪咪上 咋呢 这女生也是够贱的 靠 会不会开车啊 眼睛是长到同车还是走到屁股上啊 哦呦 自以蒙身好车啊 二十三里啊 过了一个传统的事 我去 嗯你们两个现在是我们学校的 你也屁股不错啊 下面你你敢不敢跟我玩一个游戏 怎么样敢不敢 你不会是想 Friday